催眠能治疗疾病 你觉得是真还是假 据传催眠可以用来医治暴食症 常年累积的烟瘾等等的疑难杂症 究竟这是江湖术士的骗词 还是真有歧视呢 为了验证流言 小兵带上晶片进入催眠状态 此时脑波是呈现清醒的阿法波 但他居然面不改色地 把柠檬当成柳丁吃 这颗不是很甜 在没被催眠时 小兵一吃柠檬可是被酸到揪心呢 接着咱们出动蜘蛛 瞧小兵可是被吓到心跳飙高 但医师借由催眠改变了小兵的潜意识 说服他接受并解决问题 催眠治疗结束 小兵果真克服恐惧 面对蜘蛛时心跳也能维持正常 看来催眠治疗能帮助我们进入潜意识 真的能治愈心理方面的疾病呢